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要防备假仙芝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撤死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 吉利里岂能栽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真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里必有使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全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使都易能吗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林 水冲 风吹 仗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头上 雨林 水冲 风吹 仗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大 今天我想谈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 及其随后经文提到的假先知 目前大多数基督徒正过着 被假先知牧师欺骗的信仰生活 那么这样的信仰生活都因为假先知撒谎吗 不是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分辨 真先知和假先知 但这主要是从人里的眼光来看 假先知从外表上看 比真先知看起来更像真先知 所以主说假先知是怎么出现的 对于他们 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因此假先知死那些看似伟大 实则不夺羊群生命 在神面前撒谎的假先知 在凡人看来是和善的 但里面却装着 残暴的恶狼的心 换句话说 他们作为领导 尽管他们目前侍奉金牛斗为神 却说什么他们信神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主的话 一致话 残暴的狼指的就是假先知 对于假先知 主还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 吉利利岂能栽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马太福音第七章16-20节 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 我们能发现我们能够区分假先知日 主说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们怎样在神面前分辨假先知呢 首先 看他们信仰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吃分他们是真假 主说信仰的果子 实际上可以作为认识所有假先知的标准 主说 人岂能在荆棘上栽葡萄 人岂能在吉利里栽无花果呢 这永远不可能 他还说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他说得十分贴切 尽管在今天基督教里面 十多人没有领受罪得赦免 因为他们仍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他们欺骗别人 甚至欺骗他们自己 好像他们已经重生 好像他们是神的真先知 肉体的行为和善 用甲方言祷告 以按手行骗 因此 主告诉我们辨别真假先知的标准 告诉我们不要被他们欺骗 要看他们在手灵和肉体上 都不会改变的信仰果子 因此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 看他们的信仰果子 来识别假先知 这样做 我们才能在手灵上和肉体上 避免被他们掠夺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那些 承认信仰耶稣 却不知道 谁和圣灵福音的人是假先知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 错误的信仰生活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果子时 就很容易明白 他们是谁 主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真理 事实上 在基督教里谁是假先知 仅凭外表 很难在基督教里区分假先知 如果我们要凭外表观察和区分他们 我们不能判定他们是假先知 还是真先知 因为他们看似极其温柔 就好像一头好羊 所以使徒保罗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慈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哥林都后书十一章十三字十五节 因此 为了识别那些假先知 我们应该检查他们信仰的果子 事实上 当他们不断地追求物质上的东西 精牛斗使 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信仰果子 便显露出来了 那些在神面前 只追求物质财富的人 不是结好果子的树 他们是假先知 结坏果子的树 当我们用守灵的眼睛 看待他们时 我们发现 他们正从他们教会成员那里 掠夺物质财富 在守灵上和肉体上欺骗别人 却死终说 他们正在为主做工 因为他们是邪恶和狡猾的 主所说的异端极其简单和明确 事实上 C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在基督教里吃分假先知和异端 绝对标准 我们必是吃分在今天基督教里的假先知 但因为这项工作不容易 我们必是用主赐给我们的 水和圣灵福音 作为标准 去吃分和判断 换句话说 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 成为乱断他们的折对标准 这是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说 人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才能重生 所以 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的标准 又是得救的标准 当你们欲见某个人 仅看他的外表不可能分辨 他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 我们看他的信仰 所结出的信仰果子 就能完全看清他 简短地说 我们通过这些问题 就能识别母人 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 他信仰怎样的福音呢 他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吗 如果不是 那么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 事实上 如果问假先知 他是否信仰耶稣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呢 我们就会发现 母人是不是假先知 我们问 那位牧师 诈持教会群员的钱财吗 如果不是 他始终侍奉圣头和工人 同时从事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工作吗 我们就能正确地分辨 那些所谓的神的仆人 这是因为 我们不能凭母人的行为 说话的方式和面容 来明确 他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 这是因为假先知 待人更加有礼貌 说话更加温柔 以更高贵的形象展示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 如果我们要认识他们 就得看他们信仰的果子 我们看他们信仰的果子 就能正确地加以辨别 也就是问 他们现在圣从金牛读 要不 他们写明神的义 信仰和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吗 换句话说 他们的果子才是他们 从根本上追求的东西 我们的主通过把人比作树 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事实上 我们只要看人在全教中 侍奉金牛读 还是神的义 就知道牧师是不是真假 如果他内心充满贪婪 如果他只想从教会成员那里 剥削物质财富 这就是说 如果他只侍奉金牛读 那么他显然是假先知 事实上 为了侍奉金牛读 假先知正以耶稣基督的名 杀害教会群员的灵魂 剥削他们的物质财富 当然 我们看到他们信仰的果子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如果母位牧师 不知道祂和圣灵的福音 又继续履行牧师的职责 这不能把真福音 全给他的会众 因为他不知道这福音 那么他做这项工作 只是为了侍奉金牛读 满足自己内心的贪婪 那么他的教会成员 怎能从这种充满罪孽 施假内心的人那里 听到写明神的义的 祂和圣灵福音知道呢 这是不可能的 像他这样的牧师 能让他们的教会成员 从罪孽中真正重生 罪得赦免吗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现在能把 祂和圣灵的福音 全播给他们的教会成员 使他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吗 不能 他们不能 显然 听这些人传教 谁也不能变成无罪的人 如果他们真正靠信仰神的义重生 那么圣灵就会内住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全播福音 必定是祟和圣灵的福音 如果这样 从守灵的观点看 他们自己就是好数 最后由于他们是好数 他们也能从事 侍奉主所赐祟和圣灵福音的工作 换句话说 听他们说话的人 只要听他们说话的内容 就知道什么是 祂和圣灵的福音 成为高局和侍奉神的义的人 但是 因为他们不知道 祂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绝不能把祂和圣灵福音 全部给他们的教会全员 所以主说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 主说 在末日里 他要减愁假先知 把他们扔在不能破灭的火里 地狱死尽过魔鬼及其仆人的地方 在基督教里 侍奉金牛犊的人 在神面前 是守灵的异端 凡在基督教里 全教 却不知道祂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是假先知 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基督教内 有那么多人 进行这种非法的全教工作 这样说 令人惋惜 但现在基督教里 这样的假先知太多了 假先知是那些信仰假福音 而不是祂和圣灵福音的人 这些人的信仰 使他们只信仰贪婪的金牛犊 因为这是他们的果子 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 在被称为教会的管辖范围内 贪图教会成员的钱财 他们以向神奉献11岁的名义 剥削教会成员的钱 他们口肉悬河 有时他们全教时 混淆旧约和新约 好像他们从手灵上 知道和信仰神的道士的 但是 如果我们看待 他们全教的真正工作 我们就能看出 他们只侍奉金牛犊 甚至不知道 C和圣灵的福音 显然 他们不知道 C和圣灵的福音 绝不能把C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给他们的教会成员 显然 他们不能在手灵上 为他们的教会成员 做任何事情 但是 他们竭尽所能 以神的恩典为名 从他们的教会成员那里 诈此钱财 所以 使徒牧师现在关心建造大教堂 没人说他们的全教工作 不同于世上的企业 就像起初人们 都去小城市和小商店 后来都融入了沃尔玛那样的 世界级大超市一样 因为他们竭力建造大教堂 是因为他们知道 集中所有必要的资源 建造大教堂 在那里聚集更多的人员 就能从教会群员那里 扎持更多的金钱 所以 这些人制定赚更多钱的 专门计划 在寺里建造最大的教堂 因为他们只对捐款 而不是拯救灵魂 感兴趣 另外 当我们查看他们如何利用 捐款建造这样的教堂时 他们的行为更加荒谬 为了建造更大的教堂 他们不是从那些 乐以真心侍奉主的人那里 收持捐款 而是利用教会群员的金钱 筹集建设资金 例如 他们有些人 又使教会群员 向银行贷款 特别是教堂的负责人 例如 长老 女执事和执事 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为了达到目标 他们让那些人 为教堂建设专款 相互担保贷款 这样的是有意义吗 但是 他们让那些 能借钱最少的世俗信徒 捐款一千万韩元 大约相当于一万美元 教会负责人 如指示 捐款三千万韩元 要信仰的指示 捐款五千万到一亿韩元 此外 为了让这些人都捐款 他们不会忘记利用竞争意识 当然 教会成员从银行借贷出来的 所有金钱 都必是由教会成员偿还 因此 通晓此道的牧师 很容易建造综合成本 耗费首百亿韩元 相当于首千万美元的教堂 当我看到 即使韩国小城镇和村庄 也建造昂贵的教堂时 我悲伤地感到 那里的教会成员 必失承担大笔的金钱 让我们计算一下 建造一座大教堂 所需要的捐款 因为教会成员 彼此担保的金额 为两万美元 但是如果他们当中 有一人没有偿还贷款 另外一人 必是偿额偿还 但是如果十个人 每人借款两万美元 总额是多少呢 总额为二十万美元 虽然只有十名教会成员 专赠 总额就达到二十万美元 因此 如果他们建造价值 五千万美元的教堂 他们必是有两千五百名 每人专赠 全部是两万美元的成员 因为在韩国有很多 超过两千至三千名 成年成员的教会 计算结果 显示建造价值 五千万美元的大教堂 并不算困难 因此 韩国的牧师 现正进香计划 建造更大的教堂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 那些更大的教堂 召集更多的人 上他们的教会 然后从那些人那里 加持更多的专赠 所以 现在侍奉贪婪 金牛斗的牧师 这样全道 你们死的时候 能带走钱吗 经上说 你们必是积赏财宝 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 挖掘窟窿来偷 我们必是为神的工作 至于你们这些 无法获得 无抵押贷款的人 请为彼此担保 如果你们这样做 银行会给你们 放发贷款的 因此 他们既是苏瓜 钱财 对他们来说 教会群员的 2000万美元 不算什么 对他们来说 10万美元 只不顾思 小孩子的糖果钱 在大多数情况下 忠实的教会群员 为了教堂的建设 常常依靠 担保贷款提供捐款 教会群员为了信神 不得不那样 以担保贷款的方式 提供捐款 因为他们得知 建设教堂大楼 是为了更好的 为耶稣基督工作 但是 因为这些失伪的人 只对物质财富感兴趣 他们既是建造 更大的教堂 用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 进入教会里来 一旦这些人 成为教会的群员 他们便开始 效仿他们的前辈 用同样的方式 捐款 为此 尽管那个地区的人们 极端的贫困 他们也至少能够 建造一座 宏伟的教堂大楼 当然 并非所有的人 都那样建造教堂 但在韩国 这肯定是教会 最流行的吃饰 至于他们 立刻购买 十辆大型的公共汽车 运送教会群员 对于他们来说 并非难事 这些东西 使用转老的专赠 很容易买到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那些牧师 已经把他们的谎言 铭记在教会群员的心里 把更多的款项 赠恩给教会 你们必定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 对他们来说 只要正确地利用 耶稣基督的名义 实现那个目标的工作 并非困难 这些日子 一名喜剧演员 一直广告于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是微不足道的 而实际上 如果每位教会群员 得到五百万韩元 也就是五万美元的贷款 并捐出这笔钱 教会甚至可以建造 并搬进一栋 百层高的摩天大楼 这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通常看 牧师的行为和第一印象 当他们看到 牧师第一印象很好 似乎他能很好地 侍奉主耶稣 他们就会说 这位牧师是正统的 基督教的真仆人 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 吃分真假 那么 我们如何分辨 真假神的仆人呢 我们研究下例问题 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位牧师只对 精牛独感兴趣吗 如果不是 他是不是信 亚瑟和圣灵的福音 他有兴趣 全播那种福音 充满感激吗 假先知只认可和祝福 在教会里捐款 素额至大的成员 因此 如果我们假装问到 他果真那么做吗 不然 他任意侍奉神和圣徒 真正地把他的生命 献给 洗和圣灵福音的 全教事业吗 我们能看出 他果真是神的仆人 还是假的神的仆人 崇拜精牛独的牧师 只对建造更大的教堂 掠夺教会成员感兴趣 我们的主说 假先知是残暴的狼 他指出 假先知错误的信仰 他们信仰耶稣的基本动机 都是错误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主的道 神写成文字的道 是真正奇妙的道 我们知道和信仰 和圣灵的真理 通过神的道确认 因为主的道是真理 因为主是真理之神 因为神是全能的 我们跟置他的道 能正确地认识一切 只对捐款感兴趣的牧师 肯定是假先知 即使他们在基督教里 从事全教工作 事实上 他们在神面前是异端 假先知一个明显的特点 是他虽然从事主的全教工作 却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神赐我们拯救的唯一方法 假先知绝不信仰 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只坚持他们在自己神学院里 所学到的教义 这样的人不服从 不圣从和信仰神的道 他们是借耶稣的名 搜刮钱财的异端 看看今天在世界各地 存在的基督教吧 无论是在亚洲 欧洲 还是其他任何地方 在基督教里 多有使徒异端 他们对信仰和全播 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不感兴趣 相反 他们只竭力建造大教堂 使他们的教会群员 变得合乎道德 他们是把他们教会群员 变成道德模范的专家 至于他们 如果只有少量的教会群员 来到他们的教堂 他们便开始担心 我们怎么做 才能得到更多的钱呢 所以主告诉我们 要对他们谨慎 所以我们称他们为 异端的集体 我们必须仔细辨别 哪些人是异端集体 我们知道 如何识别 谁在神面前是异端呢 我们如何识别 谁在神面前是异端呢 在基督教里的异端 是那些信仰 有别于神的道的人 所以他们不信仰 適合圣灵的福音真理 异端信徒 不信仰神的儿子耶稣 道成入生 降临于世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也次性担当天下罪孽的事实 担当这世上的罪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 第三天复活 现在坐在神右边的事实 因此 那些从事全教工作 却不信仰 谁和圣灵福音的人 那些自己谁意信仰 却声称全福音的人 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人 在神面前都是异端 耶稣说 人若不从谁和圣灵重生 既不能进神的国 也见不到父神 主说 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能分辨 谁死异端 如果这样 你们现在是全教士 那么你们必须检查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不知不觉 变成了异端 如果你们因为不知道 C和圣灵的福音 而变成了异端 那么 请迅速回到神的面前来 靠信仰者真理的福音 领受罪得赦免 如果你们这样做 神会因你们感到喜悦 基督教里的异端 只对物质上的东西感兴趣 因此 如果我们根治神所说的话 看一看 就会看到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异端 数目是多么庞大 他们诈持从人 心情劳动得来的钱 当然 他们也收富人的钱 因为他们声称 收钱是为了侍奉福音 他们的良心胆大妄为 我们必须根治我们主 对我们说的话 与他们划清界限 主说 坏数不能结好果 这意味着 如果某个人 没有真正靠着信仰 祇和圣灵福音 领受罪得赦免 他的心里 没有真正拥有圣灵 那么 这人绝不能在手灵上 结出好果子 事实上 即使这人全教工作 做得再好 在外表看起来正派 说话没什么过促 无论如何 这一切都毫无用处 有时我在电视上 看基督教的频道 目前我通过这个频道 查看整个世界 基督徒的信仰 布道和全教 几天前 我看见有位自称伟大的福音派牧师 在电视的基督教频道上全教 他能说会道 只是他的全教 与死和圣灵的福音无关 因为他不知道死和圣灵的福音 甚至他不能向教会成员 说一句关于这真福音的话 如果传教士不传播 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这个显然是假先知 因为虽然他传播神的道 却不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他便是妙物的传教士 他是假先知 这样的假先知太多了 确实 这些假先知经常做合乎掠法的传教 他们竭力侍奉金牛斗 海外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收集后 领受罪得赦免 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 我们听他们说 他们的假先知还要求会众捐钱 疯狂地建造大教堂 但是当我们与他们分享死和圣灵的福音时 他们写信告诉我们 非常感激我们 我们正通过免费的收集和免费电子收集 把死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给世上的基督徒 那些真正喜爱自己的灵魂 想要领受罪得赦免的人 但是 异端 有意通过全教 只想从他们的教会成员那里 扎持赚款 让他们捐出更多的钱 而不是做全波福音的工作 他们的梦想就是扩大教堂设施 让教堂的内外装修富丽堂皇 最终 他们并非向他们教会成员 真正全波最重要的真理 死和圣灵的福音 而是 他们让贪婪的金牛斗 冲去他们教会群员的心灵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在全世界的基督教里 有十多人变成了异端 主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 那些自称信仰耶稣 却不知道 是一和圣灵福音的人 正是异端 残暴的狼 主说 他们恰恰是异端 披着羊皮的狼 从外表看温吻而哑 但他们只要教会群员的专款 他们不能全播 这使人脱离罪孽的福音真理 结果他们把那些 本不该被杀的灵魂 引向走咒和毁灭 所以 今天在基督教里 异端很多 基督教之外的人 在神面前不是异端 他们只是迷头的羔羊 但是 现在已经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些人当中 有很多异端 他们信仰耶稣 做领导 负责人 和世俗的信徒 他们做了异端 却没有认识到 因为他们不知道 不信仰 谁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他们心里的罪 没有得赦 还因为 他们没有领受圣灵 我要你们检查一下 领导你们的牧师 是不是异端 如果我说这些事情 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此我说这些事情并不容易 尽管如此 我认为谈一谈 谁在神面前是异端的时机已经来临 所以我做关于异端的系列全教 我全教主说好兽结好果子 但坏兽结坏果子的事实 我整备出版几本关于异端的收集 这样做 我要清楚地说明 谁是异端 异端持有什么信仰 所以我要把谁和圣灵福音 真理的道全拨给最可悲的人 即异端 不知道 C和圣灵的福音 没有重生的人 绝不能结好果子 无论他摘戒 祈祷多少次 悔改 祈祷多少次 也不管那人多么努力 但是 如果这样的人 既是现在信仰 主赐给的C和圣灵福音 他也能一次性重生 并且引导其他人重生 因此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 并相信 主降临于世 借C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事实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和信仰 主的工作 以及他如何图抹我们罪孽的 真正重生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 要做的是知道和相信 主借着C和圣灵的福音 完成了拯救我们 脱离罪孽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 主亲自在神面前 为我们做了献祭 主借C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工作 因此 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 努力做功 如果我们为主工作 持得一些成绩 那都是因为主赐给我们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应信 更加感谢神的义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很重要 那就是知道和相信 神如何创造宇宙 他如何拆遣 他的儿子到世上 借着C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 神即使在创世以前 就已经计划在基督里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了 主见C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 才是重要的 那么 我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重要的真理 C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怎能向别人全教 让他们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呢 在主面前 我们自己的意完全不重要 因此 每个人必须知道 和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无论他是谁 为此 我们必须学习 关于C和圣灵福音的真理 这样做 乐于学习 关于C和圣灵真理的态度 是必须的 每个人都必须相信 和侍奉这福音 然后向别人全教 你们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 你们必定是异端 事实上 现在那些不信C和圣灵福音的人 受到异端的影响 做了异端 一直做的事情 只能陷入毁灭的境地 即使他们不想成为异端 因此 反真正信仰耶稣的人 无论是谁 都必须知道 C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另外 他们还必须把这福音 运用到他们的灵魂上 信仰却福音 你们果真靠信仰 C和圣灵的福音 清洗罪念了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我果真从罪念中得救了吗 我果真重生于C和圣灵的福音了吗 你们必须询问自己 是否靠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从你们所有罪念中得救了 同时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确实 已经一次性从所有罪念中得喜 你们必须询问自己 是否果真靠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得救了 不然 不然 现在你们必须相信真理 即 周化成肉身降临于世 已经拯救你我 他在三十岁时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自信担当你们所有的罪念 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所有罪念 被钉和替我们而死 从死亡中复活 升天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你们自己必须确认 你们是否确实持有 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真正从死和圣灵重生的人 必定能够说 我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这个真理已经无罪了 我们不思死把地阐寿和回答 我们所牢记的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须在心里持有信仰 我们必须亲自询问自己 我果真无罪了吗 然后内心知道和信仰 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亲口回答说 当然我无罪了 因为主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这样拯救了我 当你们那样提问时 你们能回答 你们心里知道和信仰 死和圣灵的福音吗 你们成为这样的人了吗 你们必是做这样的人 你们没有重生 责任不在于别人 而在于你们自己 当问到你们是如何重生的 如果你们冥思苦想 艰难地从记忆中寻找答案 比如说让我看看 他叫什么名字 给耶稣施洗的那个人是谁 那么你们还没有得救 你必是这样正确地回答 主降临于世 受洗担当我所有的罪孽 替我而死 从死亡中复活 因为主这样拯救了我 尽管我很不足 我无罪了 其实我心里没有任何的罪孽 因此我已经罪得赦免了 所以你们必是能够对自己说 是的 我靠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领受神的赐福 我们不能在主面前说谎 我们必是靠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成为那种在神面前信实的人 我们必是做信仰死和圣灵福音 得到神认可的人 我们必是做一棵好树 能结好果子的信徒 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 而是靠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和写成文字的真理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